自从疫情以来,限购这一政策始终伴随我们左右 疫情初期,恐慌的情绪导致消费者进入超市大量囤货 一时间造成上心不及时,商家不得不依靠限购来缓解供需压力 然而,最近我们去逛超市时,发现一排排的货价再次空空如也 哪怕是不断飙升的价格,也无法阻止货品的供不应求 这一场物资荒,竟然来得如此让人措手不及 Costco近期宣布,将恢复对卫生纸、纸巾和瓶装水等商品的购买限制 最近,如果有在Costco网站上购买卫生纸的会员会发现 由于需求的增加,订单的需求将会延长处理时间 其实,在8月份,很多州的Costco就对卫生纸进行过一次限购 当时禁店的会员每次只能买一包或者两包 除了卫生纸之外,瓶装水也进行过每位会员两箱到五箱不等的限购 主要是由于运输上的延误问题 除了这些限购的生活必需品外,基本所有商品都出现了涨价情况 比如,我们每天炒菜用到的食用油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垃圾袋 以及美国人赖以生存的咖啡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价格上涨 几天前,Costco的首席财务官Richard告诉媒体 由于运费已经是持续性的通膨项目 而像是劳工短缺、芯片短缺都已经构成半持续性的涨价因素 Costco不能永远压住不涨价 他预估Costco的整体通膨率可能介于3.5%到4.5% 除了Costco之外,美国另一大快餐类连锁巨头也陷入了物资紧缺的尴尬境地 近期的畅销财经类杂志商业内幕突然披露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 美国多家肯德基出现了供应链短缺问题 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电视上停止播放炸鸡块的广告 免得出现顾客看了广告兴致勃勃跑到店里来 最后落得两手空空的尴尬 其实,肯德基只是众多面临产品短缺和延误问题的餐厅之一 以炸鸡翅为名全美的快餐店Wingstop 也因为鸡翅大量缺货而开发了一种新的鸡腿产品 当然,大家千万别以为 没了鸡肉我可以去吃牛肉,更好吃 其实,短缺的可不只是鸡肉 自8月份以来,美国牛肉储备同比下降7.7% 猪胸肉储备同比减少44% 这些均为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民以食为天 孩子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当这两个本不相关的东西碰到一起 也是让人措手不及 因为目前在全美范围内的小学初高中 很多餐品的基本保障都无法满足 导致学生们无法吃上一份午餐或晚餐 某个学校的采购人员表示 他们甚至每周都会跑两趟Sand Club 或者Costco去囤冷冻披萨和热狗 他们整个学区已经两天都没供应上蔬菜 并且他还说不少学校都已经开始紧急囤冷冻烤奶酪三明治 同时开始鼓励家长给孩子带午餐上学 除了餐品本身以外 餐具也成了个大问题 现在他们不得不把早餐部分改成了预先包装便于存储的手拿食物 以减少对塑料餐具的需求 而食堂将热午餐换成了冷冰冰的打包饭 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加油站里没有油可还行 在美国某些地区 加油站里的油泵濒临枯竭的危险 早在几个月前 美国由于黑客攻击输油管道造成过一次加油荒 但当时这个问题很快随着与黑客达成协议而得到缓解 但这一次的加油荒 可不是跟一个两个人协商就能解决的 而这次让美国缺油的 是因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不仅是化工厂的石油工人 甚至连跑在路上的运油卡车司机 都是捉襟见肘 其实造成这次物资荒与涨价潮的根本原因 就是劳动力不足 美国现如今陷入了一个劳动力不足 动应链中断 物价上涨 生活成本上升 高工资也无法应对通货膨胀 于是 大家对工作与生活失去了信心 最终再次加剧劳动力不足的一个死循环 某位在卡车运输业工作了20多年的老司机说 他们公司已经开始用非常高的薪酬来招聘卡车司机了 即使这样 他们依旧司机不够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从2020年2月起截至今年7月 卡车运输业已经空缺了至少约3.3万个工作岗位 而面对食品供应短缺的学校 同样也面临老师的短缺 加州的某个学区甚至绝望地开始在学生午餐盒里放招聘传单 希望孩子们回家后告诉家长们 学校正在招聘 最近 各地学校已经开始迎接学生回教室上课 而面临的新挑战不是疫情 而是教师和工作人员短缺 资源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元素 不管是用来果腹的食物 还是用来取暖的油料天然气 用来获得光明的电力 都是带给人类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美国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 可能要面对近几十年来 最为棘手的物资荒与涨下潮 届时 政府该如何应对 平民老百姓将如何应激 都将成为一个个迫切解决的棘手问题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